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一场艺术运动 当我们去事后追溯它的发展过程的时候 当我们发现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是绕不开 或者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角的时候 那么他们所出生的学院就自然变得重要 当一场大的运动里面我们写起当代艺术史 就像包豪斯那样子 出了最重要的几个艺术家 那么他当然是名校 不过这里面所有事情到了中国 就要打上一个中国的概念 或者要讨论一个中国的现象 我刚刚说得很清楚 一场艺术运动 他做的艺术家很重要 那么他所出生的院教室很重要 但是我们又不要忘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特点 谁来写当代艺术史 当那个比如说我的朋友 这个吕鹏先生 他写当代艺术史 中国最重要写当代艺术史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当然是西南 他西南出来的 他本是成都人 他怎么会少叫成都 是吧 那反过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鲁鸿先生 他写当代艺术史 那么湖北地区就是 以至于我们搞理论的人 都觉得要想奠定自己的地位 那么你就写当代艺术史 当代艺术史 说好写也可以说不好写也可以 但是他这里面又出现一个问题 这是写艺术史的公共标准 是吧 所以这一切 交错在一起 我只是提醒大家 名校的确是名校 但是有时候也不要太当真 你们有很多具体的情况需要分析 对而且对于艺术来说 其实还是大 我还是认为大部分人都 最后都变成默默无闻的 转行的转行 或者怎么样 都是这样 出来的都是极少数的 然后所有人都看着 哇这个学校 又出过什么大艺术家 很厉害就去了 结果可能根本 未必适合自己 但实际上 这个我们讨论到名校 逐渐讨论到艺术教育那一步 实际上我要提醒大家 当代艺术的目前发展的状况 和艺术学院本身的教育体系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冲突 对 非常大的冲突 而且如果我说的稍微绝对一点 我认为真正的艺术教育是 培养不出来的 就好像刚刚突然去世的黄小朋友 对 其实他就是在这个冲突中的 我觉得是一个牺牲者算不算 说牺牲也可以 可以说成就也可以 如果没有这一套体系 也不能成就一趟 当然这个成就 由正面概念有反面概念 所谓人无压力轻飘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加上一个压力下 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我心我素 而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 其实我心我素是很难的 特别要在一个体制下 你要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 对不对 对 你受到一个体制的压力 人怎么可能跟体制抗衡 所以黄小朋友也不简单 对 他在广州美院率先成立 游华系列第五工作室 率先推广他的教育的理念 如果你认证看他的教育理念 你发现他其实讲得很正确 比如说重要的不是艺术 而是作品 对吧 比如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发现问题 对 比如说他强烈的反对毕业展览的展示 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教学成果的展示 都是中文面 都和他的艺术教育的初衷适用 对 矛盾 都是不相容的 极端的功利性 对 都不相容的 艺术不能有功利性 对 但这样一来呢 黄小鹏都面临什么压力 体制压力 是吧 这个很抽象 具体来讲 第一个 这种教育理念非常正确 他后来去世之前 把他的这个理念整理成六条 我的师妹 范林教授把他整理成六条 我就讲得很精彩 你们可以在网上看 第一 适应他这个体系的学生 本身首先就不能够是中国习惯的那种高中生 对 如果一个学生没有主动性 只能在他这个体系里面茫然不知所处 而我在大学当老师我太清楚了 我也有很多 绝大部分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 忘了天真无险的求道的眼睛 看到老师只发出一个信号 老师我学这个有用吗 我如何才能学到有用的知识 就不要讲得这么严重了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眼里面就是希望 你讲的这个东西得到一个正确答案 然后他按着这个正确的答案填进去就好了 对 就说这样的话呢 黄小鹏的这套教学体系对学生就有要求 而能够是一套体系的学生奉猫理解 但是黄小鹏说的 我没有需要培养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成为我认为合格的艺术人家 当中有一两个成了就可以了 对 你干嘛去普遍效果呢 第二个 当他反对教学成果展示 反对教的一种功利性的做法的时候 他等于在体制里面被备用 因为 那我们怎么计算你的成绩 对啊 各个老师都追求业绩 我们不能计算你的成绩 你的业绩不能被登记 不能被展示 那学生或者外边的人又如何知道这是个名校呢 又如何知道 又如何知道这个体系值得我来学呢 所以它是双重挑战 对学生是个挑战 对计算的体制是个挑战 那么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 与其我们把黄晓鹏这个作为 以他为例呢 看成是一个艺术教育家 教育工作争 不如我们还是首先把它看成是个艺术教育家 对 但首先这个行为和这个想法就是一个艺术 对不对 就是个艺术 如果我们还不认识到这一点 那是我们的悲哀 但是呢既然是艺术 既然他这样做 他就等于从一个根本的法则上 法则上挑战了我们这些名校所习惯的教学体系 他叫做传播 其实他要传达的一个意思非常清楚 艺术不可教 我们可能只能启迪某些被潜藏下来的想法 我们只能通过某种方式来开启一个人的未来的可能思路 因为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中央美院教授系的教授展望 有一次跟我聊天 我很少听到一个老师能够把一个艺术教育讲的故事清楚 展望告诉我说 什么叫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就是 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教艺术的老师 我的责任就是一个 如何点燃学生的自然系统 对 要不要自己燃烧 对 但是如何点燃我不知道 但是对我来讲 我的目标是 你要自己燃烧 对 我能够点一把火 对 我当时跟展望老师说 哎呀 我说展望老师讲的太精彩了 对 我没有听到一个教艺术的人讲的如此 这个我也是深重感受 我觉得真的是 每个学生都不一样的 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爆发 点燃 如何点燃呢 所以展望告诉我说 学艺术跟学一般的普通学都不一样 嗯 学生就是要越界一点 就是要越轨一点 就在调皮导弹 就在胡思乱想 奇迹古怪 对 他才有可能被点燃 顺亏导举是点燃不了 但在中国整体的这个社会的要求本身就是 对 好像你刚才说的 普通的高中生在面对高考已经已经习惯了那一套 存亏道绝 然后乖乖的你拿到那个分数你就得到了你要的东西 对 然后家里面也是这样的一种期待 对 因为社会也这样的嘛 嗯 就像我听完展望老师说的时候 我说那你这个想法呢 在你们中高美院如何 展望老师忘了笑了一下 他不说了 这个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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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智慧的部分 啊花脚鹏说了 嗯 是吧 嗯 你刚刚提到的 一个是 艺术教育的这个系统的矛盾 对不对 一个是学生的矛盾 对不对 挑战是吧 其实还有第三种矛盾 你刚刚已经说了 当他在第五工作时 培养这样的一些学生 或者后来把它 转变成叫做实验艺术的时候 嗯 家长的问题都很简单 哎我的儿子学实验艺术 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有出路吗 他以后干嘛去呢 对 嗯 的确有这个问题哦 当各个美院都率先成立实验美术系 或者搞实验美术这个科目以后 嗯 那些学生出去找工作 那个老师问 你美元出来呢 你是哪个专业呢 嗯 如果你是油画的 那叫油画吗 叫色彩吧 你是板画的 叫素描吧 是水彩的 叫水彩吧 叫基础科吧 学生告诉他说 我是实验艺术的 这个中文单位的校长就说 实验艺术 什么意思啊 你又不能管实验室 这里面叫做命名不对 命名不对 对不上社会公共的职业概念 命名不对 对不上社会公共的职业概念 学生就找不到工作 嗯 找不到工作 我家长都着急 因为家长投资学生 读那么多年书 就在回报 嗯嗯 但那么旺的艺术是不能回报 嗯 是吧 培养一个艺术家 如果他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一定是吊阿朗的 所以艺术家为什么不能去就业 不能去按部就班的就业 每天去打卡上班 我很少看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会去打卡的 嗯 一打卡他完蛋了 他整个人疯掉了 他还不知道到精神病院去住的事 是吧 为什么 这是因为艺术需要胡说乱起 嗯 点燃你的自然系统 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嗯 绝大部分人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艺术不重要 我们要从事各种实际的工作 我很赞成人 嗯 我很赞成这样的社会潮流 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很多很多人一辈子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自我 嗯 别说什么自然系统 嗯 艺术就是在这一点提前起来 嗯 如果你通过艺术 而不能认识自我 其实学它没什么用 其实学画画 学素描它就是个基本功 就是个技术技术技巧 嗯 是吧 而这一点 不太好传达 所以 名校是个社会概念 嗯 影响是个社会概念 学艺术史的人 我们讨论一些重要的艺术家 他因为在一场运动中 大显身手 嗯 甚至有某种原创性 这也是个现象 嗯 但是如果说到内部 说到艺术本身 说到一个可能偏于本质的 关于艺术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会忽然发现 它跟继承的体制和系统 是有矛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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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